大家好,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用塔罗牌来探索一下前世今生 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前世今生有什么样的一些渊源关系 然后就是更大的一个时间跨度去探索生命的真相 的一些真相 那我这边有桌面上有放了四种不同的树叶 这树叶是我傍晚从外面捡回来的 然后大家就是 就是这边是从左到右是分别是一二三四 那大家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呢在心里默念完这个问题之后 从这四种那个树叶中选择一种给你比较有连接感的 就是你最有感觉默念完问题之后 低直觉想选的那一款树叶给它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做选择吧 如果大家觉得时间比较短的话 可以按视频暂停 然后来做选择 那如果选择好了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来做解读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选择第一款树叶的朋友们 选择第一款树叶的朋友们 你们的前世呢 所携带的主要的一个能量状态 是那种比较就是感情世界比较匮乏 比较缺爱的那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导致自己的一个内心内在 因为会比较孤单比较寂寞 然后也无法 因为在自身去爱的情况下 也无法说 去给出去给别人爱这样子 对 然后 这一世呢 就是今生的话 你们在 就是说在付出感情啊 付出那种 去爱别人啊 或怎样 不管是说 伴侣关系啊 就是两性关系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 我觉得你们 就是可能是有一上辈子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状态 携带下来的 对 然后就是会有影响到你们这一世 就是你们在跟别人的 特别是两性关系 对 因为我觉得选择这一款数月的朋友们 就说你们很多就是跟感情有关系 跟两性关系有关系的 对 就是跟你们的另一半 有就是比较有主要关系 嗯 然后就是 比如说在这一辈子的话 就是在付出爱 付出感情的时候呢 可能你们就会 不是那么愿意去付出 甚至会有 甚至会在意 就是会去小计较这样子 对 就是不会说很全身心的去 去啊 我可以说啊 我不去计较什么 然后我就 很呃 就是很自信的 然后就是很有爱 那样去付出 在里面这一块 就是在做这一块的话 可能你们就比较难以去做到 而是会 因为本身 本身的自身的这种 比较匮乏的一个情况下 你再去给别人 就是好像去给不到 出去了 对 嗯 那这是你们这一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状态 那 那 有什么样的一个课题啊 比如说上 就是说前世啊 跟这一世 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课题要去学习呢 其实就是关于 关于 爱啦 就是关于说付出 把你的爱 就是说 嗯 很开心的去付出去 对 那这个爱呢 是关于关乎于说 首要的就是要爱自己啦 然后 因为爱自己够多 才可以去爱别人嘛 对吧 所以他这边也在说 就是说要 要给自己足够的爱 然后也 也对别人去 嗯 就是说去无条件的 或者说去就是 很开心的 很乐观的去 去付出 那么必然会有 会有回报的 就是会把你的这种 一直在 在这种匮乏的 就感情世界的 匮乏的一个状态 扭转过来 对 就是要让自己的一个 内在变得风盈起来 嗯 这是你们这辈子 要去学习的一些课题 对 那 而且你们 你们要知道说 那个 在婚姻关系里面 就是说 要去看到对方的 很美好 还是关于爱 对 就是要把爱带进 你的 你的婚姻关系 你去看到对方 呃 你的对象 你的另一半 有爱的一面 就是说 你去 你去关注什么 关注他身上的优点 你就会把 把这些优点放大了嘛 对吧 那你就会 就是这 在处理两性关系 上面就会变得 越来越好 对 就是说 嗯 你去 就看到这个关系中 把所有的爱 注入到这个关系中 去看到 把这些 以外的东西放大了 那么 呃 就是会有助于你这种 不管是谈恋爱 恋爱也好 或者婚姻 或结婚也好 婚姻关系也好 就是 会有助于说 呃 你们婚姻的美满 这样子 嗯 而且 其实 就是关于 关乎于说 就说你要让自己的 自己的 心自由起来了 就是不要 嗯 就是你们要让自己的 心自由 然后要 要就是 嗯 不拘小节啦 对 就是不要太去 嗯 很细小动去 去计较什么 付出多付出少什么的 而是要 保有一颗那种 就是说 很自在的 然后我就这样 就把我的 哦 我把我的爱付出 就是付出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 愚人愚己嘛 对吧 就是说去取悦 愚悦别人 然后也愚悦自己 哦 其实这 这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对 就是 需要这样子 然后 而且在这个 学习爱的 这个课程中呢 其实你们 如果 你们能去 把这个 这个课题 就是慢慢的 学习到 它里面的东西的话 然后也 在自身上面 落实好的话 其实里面 会成为 还会成为 别人的那种顾问 就是别人 有时候还会 嗯 要来向你请教 就说 你还会去帮别人 去去做 指导 等等这些东西 除了说 去给别人一些 中肯的那种建议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第二款 树叶的朋友们 选择第二款 树叶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前世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好像会经常受到 呃 一些干扰 就是四面八方的 各种干扰 对 就是不管是说 一些 呃 人为的呀 人为的 就是各种人啊 来来吵你啊 或者说你内在自己的一些斗争 就是各种声音 就是会在吵你 然后影响你这样子 然后就会变得说 你自己的一些思维啊 或者说行动力啊 好像没办法说聚焦 对 就是没有一个自己 一个清晰的一个思维 或者说啊 要去做的这样的一种 集中的一种力量 对 然后就是感觉说 这些都会被落化掉 对 就是不管说思思想啊 思维自己的一些 一些念头啊 或者说一些 嗯 行为啊 呃 行动啊 什么的 就好像就被落化掉 那种感觉 对 但是你都有在 就是前世后面 就是说 嗯 也都有在调整 这样子 对 都有在调整 然后这一辈子呢 这一世 就是说你 你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属于那种 嗯 就变得说自己 好像就是 有力量就抓在自己手上的感觉了 就变得说 嗯 就是处理事情啊 就是有自己 很有把握的一些 一些 一些思维吧 一些 一些思想 然后 很理性 然后就是说 也 也挺有正义感的 就是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是 好像是有那种把握感那种感觉 对 就没有说像 可能是因为 嗯 上一辈子 有在调整的那种 那种关系吧 然后延伸到后面 到这一世 就有 就有一种比较明确的 有自己的那种 有自己的 的思想了 就觉得说 我该做这个事情 我就 我就好像有力量 收回到自己身上 那种感觉了 就是我就会 很清晰 就是说我要做什么 我要怎样 然后就有自己的 很理性的一套 嗯 一套思路 这样子 然后行为上 也是有自己 觉得说 很有把握去做 然后去做这样子 嗯 那你们这一辈子 主要的一个 一个课题呢 就是说 从上辈子延伸过来的 就是说 呃 关乎于说 一些讯息吧 就是说 在收集信息 这一块的话 就是自己 要有更于自己的 那种思路 对 就是要变得 明晰 就是要很迅速的 去 呃 去捕捉 你要的信息 就是不要被那种 乱七八糟的声音 打扰到 干扰到 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 我是觉得 选择第二款 数月的朋友们 你们 嗯 选择 你们呢 给我的感觉 就是超级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超级有力量感 然后有那种火象的那种特质 火象还有土象那种特质是超级 还有风象的那个特质是很很很重的 特别是 特别是那个火象 对 火象的那个 关乎于什么 我说一些关键词吧 像一些力量啊 一些激情啊 什么的这些 哇 就真的是 好像很很重 就是那个能量是超级 那个特质很重 这样子 对 嗯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你们这一辈子要去 要去 也是要去再去精进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事情 对 就是关乎于说力量 还有一些激情这一块 就是说你们要 你们可以说 其实你们很有 你们的身上很有那种什么 嗯 就是也可以单打独斗也没问题那种 就是整个环节 就是从起初的 嗯 就好像是一个那种 企业家那种感觉吧 我就说 你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 就是那种 从头到尾 你都可以整个流程 每一个步骤 你都可以给它完成的很好那种感觉 对 所以说 其实你们也可以很适合自己去经商 自己去单打独斗啊 创业等等这一块的 对 因为你们 各方面都 好像都做得很好那种感觉 对 就是没有说像 像某 某一 像有人缺失这一块呀 比如说有的会 就不会像有些人属于那种 就是 他懂这个环节 但是另一个环节 他又 他就比较不懂了 就是总有缺失的那一块 他是比较不懂的 对 就比如说 好比在一家公司里面 那有的是比较 就是 做策划很厉害 那有的做运营很厉害 然后有的是什么服务啊 就很厉害什么的 对 就是然后起 然后我是觉得你好像就整个那个流程都 都很有把握那种感觉 对 嗯 所以说我感觉选择第二 款 树叶的朋友们 嗯 感觉好像你们挺优秀的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三款树叶的朋友 选择第三款树叶的朋友们 你们的前世呢 就是有一种那种 好像有很深很深的那种过渡感 就是 过 过渡过渡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你们有一种好像远离人群啊 就是说 脱离人 人际关系啊 就是 或者说有的是 甚至失去否定了人际关系 然后自己一个人 嗯 嗯 就是 自己一个人然后在想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有点脱离掉人群的那种感觉 然后显得这种很孤独 这种孤独并不是说是外借给你的 是说你自己好像要向内走 然后走得有点过渡了 就把好像有点把自己封闭起来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 嗯 这一辈子呢 就是也有可能是携带了说上辈子的那种 那种状态 嗯 到这一辈子来 然后就说这一辈子也会显得 人其实也是很高冷的 然后 嗯 对 就是很冷的 冷冷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 有一种 然后也是有那种倾向 那种 就是把自己隔离起来 就是跟周边的隔 隔绝起来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嗯 就是 做自己的事情啊 想自己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很 就是挺冷漠的 冷冷的 那种感觉 然后 某部分人就是显得比较默不关心啊 默不关心周边的事情啊 也不是特别在乎说 能际这一块的 能际关系这一块的 对 然后这一辈子的那个课题呢 就是从 从前世延伸过来的这些课题呢 其实就是关乎于 嗯 关乎于跟周边的人的一些 一些关系的 的调整吧 就是要 懂得去融入到人群中去 去跟别人分享 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 然后也去 去接受别人的一些东西 这样子 就是融入到群体中去 然后 有爱的 就是 有爱的去跟别人做互动 这样子 就是对 因为你们好像 呃 缺少一种 不管是说前世还是今生 就缺少一种 温情感 缺少一种 就是 好像 不是很有感情的样子 就是 就是冷啦 就给我感觉就是挺冷的 对 然后你们的课题 就是要学会说去 去 在人际关系 这一块去下功夫 也不用说去刻意 就是说 呃 轻松一些嘛 然后就得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东西啊 去 跟周围的人去互动 这样子 对 那你们选择第三款数月的朋友们 你们 你们这边好 有在说 就是暗示 就是 很强烈的那种 就是跟小孩子有关的一些连接 对 就是跟小孩 就是这些小孩 你们 你们就是说 嗯 可以去关心小孩子啊 可以去跟小孩子玩啊 呃 或者说 嗯 去 去养育小孩啊 就是 养育小孩子啊 然后 反正就是都跟孩子有关系 嗯 然后这个 这个小孩呢 就是不单单是食物 就是说你 现实中的那些的小孩子 也是说 嗯 也关乎到你的内在的一个小孩子 是需要你去 关爱的 对 你要去关心关爱你内在的内在小孩 对 这样子 就是 可能会 帮你去注入一些 因为你要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像一个母亲一样去关心我们内在的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 就是被那种很有孤独感的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 那是不是就是小孩子也会也会感觉说有很被爱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有爱起来了 对 所以说这个小孩就是说不单是外面的也也包括说你的内在小孩都是需要你去关怀的 对 所以选择第三款数月的朋友们 呃 你们 你们的课题也是关 跟爱有关系哦 就是跟 跟关爱你的内在小孩 小孩有关系的 然后跟这些 就是跟他人去 其实你只要 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在就是关爱好了 你自然就是会 会有爱去跟别人分享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四款数月的朋友们 选择第四款数月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前世呢 有一种就是 呃 会 会一直 呃 在做 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对 就是因为你们 嗯 可能骨子你会有那种因果法则的那种概念 所以说你们会觉得说 要去做好事啊 要去做对的事情 要去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就觉得说 嗯 也平良心来做这些事情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是 就是就生活也是挺规规矩矩的 然后也是比较顺的那种感觉 前世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 然后嗯 这一辈子呢 你们有一种就是 好像也是生活状态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跟其他人的关系也挺好的 就是跟大家都能打成一片那种感觉 然后各方面也是比较有 就心情好像整体上还是蛮满愉悦的 就是整个状态吧 整个生活状态还是可以的 对 我这边看来 对 然后 你们这辈子的课题呢 呃 那种感觉 对 你们可以把把节奏放慢下来 然后让自己 就是 可以允许自己就是 温和下来温柔下来这样子 对 然后你们跟跟艺术很有很有连接 就是很有关联 呃 甚至可以说你们应该很多人是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一些职业 或学一些 呃 学科是跟艺术有关系的 比如说画画呀 呃 就是业器呀 唱歌呀 跳舞 你们是就是有 是一群很有艺术天分的人 对 而且如果你们去从事跟艺术有关的一些职业啊 呃 对你们也也有 也有好处 应该说是你们的一些天赋 然后也是你们的一些使命吧 可以这么讲 对 你们可以去从事这一块的跟艺术相关的 嗯